哈嘍 大家好 狂人今天來到台服17區 今天的主角是誰呢 嘻哈什麼筆呢 嘻哈圓之筆 還是嘻哈鉛筆 嘻哈粉筆 都不是 他的名字就是 嘻哈波比 笨騙馬上開始 今天的主角台服第17區 總戰力排行第14名 嘻哈波比今天能造成多少傷害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King 準備出招了 3 2 1 出招 這一次造成多少傷害呢 本片即將開始了 好 本片開始第一場 對上一拳小熊 嘻哈波比 能不能成功大家勝利呢 這一次小熊掛上了一隻 綁骨 還有一個金屬騎士 好 這隻金屬騎士123萬傷害 接下來原子武士 這一下 160 220 也敲了差不多400萬啊 打得不錯 我們繼續看下去 拖蓋頭加在暴走 之後小熊的幫骨 這一次 70萬 漂亮 馬上再補一個 金屬騎士做還擊 好 接下來黑光 黑光 黑光 這一次造成多少傷害呢 誒 怎麼才9萬次啊 好 這個時候 600萬 全堂 剩下黑光 進行一個收尾比賽 結束 馬上進入第二場戰鬥 瞎波比的對手 帶上了殭屍金屬騎士 邦谷背心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他把背心 以及邦谷擺在前排 誒 這樣的一個擺設 蠻特別的龍捲 這一次優先攻擊 350萬 背心的速度卡在下一個 不過背心的氣 似乎有點不夠 這一下 這一下 還是把鍋蓋頭解決了 波比的金屬騎士 這一次有238萬的傷害 我們看到 自由要做一個反擊 這一次殭屍男的氣沒有問題 這一槍開過去 61萬的傷害 還有一個 邦谷 邦谷之拳 好 接下來又是KING啦 哇 660啊 好 我們真的看到 波比這一次 總戰力英雄組 只有400多萬 能夠打出 600多萬的數字 也真是個奇蹟啊 下一場 對上 小魚點 小魚點優先的攻擊 背心 這一次的傷害 還不夠 再來一個 波比 加暴斗之後 假面一下兩下 三下KING 做一個格擋 這一個時候KING 還是接近蠻血 黃金球補過去 100萬 再來崩壞 崩壞 45萬 總共150萬 原子武是一個追擊 再一個追擊 還有沒有追擊 當然是沒有了 好 又來追擊的啊 怎麼那麼多追擊啊 原來一下是普攻 狂人看錯了 我們看到 這一次小魚點 緊緊帶著一個殭屍 能夠打到現在也是不錯 這一次 這一次又600多啊 好 我們的小魚點的背心 還真的是不錯 在這個時候還活著 還能嗎 哇 結束啦 好 下一場 戰鬥對上 黃色魚閃兵 靠 The Yellow 魚閃兵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要多讀一點書 不然英文跟狂人一樣也是不好 我們這一次看到魚閃兵的銅帝 百萬的傷害金屬騎士 又來了 這一次看到 傷害量 64萬 本期的主角是不是遭遇危機了呢 這個龍捲能炸過去多少呢 好 182萬 哇 King的血條還是幾乎滿血 黃金球在補過去 King的血條還是滿血啊 這嘻哈破比也真是絕情了 這一次King 我們看到 好 剩下一個黑光 準備要收尾了 不屈完之後 幫補 戳一下結束 最後一場戰鬥馬上開始 最後一場戰鬥 戰力的奇遇 他只有帶一隻金屬騎士 我們看到他整體速度上的配置 還不錯 恰恰好齁 這個是一個連續的攻擊 這個連環攻擊 能給 嘻哈破比 造成 多少的威脅 我們看到這一次龍捲 這一發 好 540萬 漂亮還有原子武士再來 原子武士 原子武士 好 110 128 好啊 還有還有 黃金球 漂亮 哇 破比就剩下最後一隻King了 能夠成功 反敗為勝嗎 一個打6個 這一次 342萬 戰力的奇遇 還可以嗎 好 這一次黑光開了 不屈 馬上要到下一回合了 哇 是不是有危機啦 我們看到 同地這一次過去沒有暈眩 再來 金屬騎士 這一次King的血條還可以 龍捲一個普攻 殭屍難不滅 哇 怎麼倒了這麼多啊 這時候破比 最後一集 漂亮 結束 好 本期視頻告一段落 我們晚一點再見了 我是遊戲狂人助理 有個美好的 早晨夜晚 五島 五島 十二 六島 五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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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